好 谢谢以方来自现场最新的连线报道 另外一个现场也是要来看比较热闹的 同时是选战气氛的就是台湾大车队今天晚上所办的尾牙 包括了国民党主席连战还有陈雪扁总统都是先后到场 我们继续透过连线 请记者 郑淑敏来报道 淑敏 好的 今天在这个台湾大车队的尾牙夜呢 可以说是充满了浓浓的选举位 包括这个国民党主席连战还有陈雪扁总统呢 今天都来到现场呢来参加这场尾牙夜 那么当然呢 最重要的就是向大家来请托拜票 那么刚刚陈总统呢也特别提到了这个台湾大车队的一个转型啊 特别提到了呢 他们所谓顾客至上 应该也可以用在这个治果的一个方向上 来听听稍早之前 陈总统的这段谈话 有我们的竞争拼劈 所以要点亮告诉大家 台湾大车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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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本队 为什么我们台湾大车队会成功 因为就像那八个字一样 相信台湾 延期改革 所以台湾大车队 大车队 这样子 那么事实上呢 陈总统刚刚呢 也对了这些问掌朋友来宣布 他今年呢 有信心能够让这个经济成长率 达到百分之五以上 那他也特别宣示了 在目前为止呢 外汇存底 已经达到了两千多亿美元 可以说是 台湾是充满远景的 他也安批有些人呢 不断地唱衰台湾 看换台湾的未来 那么事实上刚刚国民党指引战呢 就是报纸的这样的论调 因此他特别提到呢 如果连送执政之后呢 一定会带给大家更好的未来 他们也开出一些利多支票 来听这稍等之间连战的这段谈话 在这里再次强调 我们坚持要让金层车 这个行业免招弃免招弃免招弹 让大家的生活能够改进改善 让大家不要那么辛苦 不只是如此 我们还有更好的办法 那就是恢复 振兴我们的经济 让我们的整个的经济 能够恢复过去 创造台湾 其次的那一种啊 熟风那一种的环境 大家不论是哪一个行业 都有更好的收入 更好的生活环境 那么虽然呢 在今天整个车队呢 特别强调呢 他们不谈政治哦 对于整个选举呢 也是保持中立的 不过呢 可以看得出来在现场呢 好像这个 云奖朋友对陈总统热情呢 比连战多那么一点点 那么这是目前在现场的最新情况 把镜头就完给彭律时播 好谢谢淑敏来自现场 最新的连线报道 刚刚看到两位主要的参选人 今天晚上都是行程满满 不过呢 其实他们的感受如何 其实他们的另一半 也就是夫人是最清楚的 今天看到了总统夫人吴淑珍 来 谢谢